有什麼必表達支持同志 這樣進步的價值更重要呢 挺過同婚法案 怎麼能跟親自參與活動挺同志 畫上等號 陳時中競選團隊每日一問 先問蔣萬安審查出席幾次 省頂了二十五次 而在二十九年的同志遊行 蔣萬安還真的省頂了 你到底是不是被你的恐童大獎 在你的團隊施以壓力 蔣萬安你到底是支持同婚 還是你真正的本質是 擁抱共同的大獎 二十八次條文表決 只現身三次 承辦有備而來 指出會議記錄 顯示法案 第二 第四條表決 是蔣萬安為二出席 而一次又一次 投下反對票的賴世保 費洪泰 跟前立委蔣耐欣 都是競選團隊 監事幹部 我在說來幫他緩甲 說他可能有一些事情 因為我想說他可能要準備這個辯論 可是他今天早上又有時間 去參加另外一個遊戲 那我就我覺得幫他這樣子一個 說法也就沒有必要 那我覺得這次轉型正義要落實 不當的政治紅利應該要放棄 陪著救國團上街頭 蔣萬安被批不愛彩虹 獨中深藍 不過傷害微乎其微 TVBS最新數字顯示 台北市場選戰 民進黨陳時中 最新支持度 百分之二七 後來居上超車黃珊珊 但是依然落後蔣萬安十個百分點 持續強化基本盤 看來策略奏效 救國團更是許多人的青春熱血 但是我們看到民進黨 戴了政治有色的眼鏡 卻把救國竟然都還分了藍綠 愛國也分了黨派 甚至把青春熱血 都成為他們清算鬥爭的對象 一邊鐵定有票 另一邊再怎麼努力 也未必奏效 或許民調都領先了 少說少錯 不說不錯 近新聞 綜合報導